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合集 控制血糖的七个技巧 如果你有肥胖和高血糖 但是你没有使用药物 这些方法将有助于你更好的去控制血糖 如果你正在使用药物控制血糖 那么这些方法将有助于你尽快的让血糖达标 并且可能有助于你减少药物的用量 第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进餐的食物的顺序 合理的顺序安排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餐后的血糖峰值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意餐后的血糖峰值呢 因为长期的血糖的正常高峰 以及超出正常水平的血糖峰值 都会导致身体需要大量的胰岛素来处理血糖 频繁的高胰岛素的需求 则有可能会削弱一线的功能 长期来看的话 这是有可能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并且餐后明显的血糖的波动 还会影响人体的能量产生的水平 可能会导致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以及对高糖食物的渴望 进而形成恶性的循环 长期的餐后血糖升高 还和慢性炎症 激素失衡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以及睡眠阵碍等许多的问题有关系 所以控制平稳的餐后血糖 将有助于维持整体健康 以及预防慢性疾病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每一餐的食物都应该是荤素搭配的 蔬菜 肉类 还有主食都会有 所以限吃蔬菜 蔬菜富含纤维 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 这有助于延缓后面的主食里面 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和吸收 从而减缓血糖的上升的速度 接着是蛋白质和脂肪 也就是动物类的食物 尤其是蛋白质 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 减缓消化的速度 脂肪消化了就更慢了 它可以进一步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 最后才是吃主食 如果主食的量控制合理的话 这可以显著的减少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 这种方法简单一行 是优化饮食习惯 促进长期健康的一个食用的策略 第二个技巧就是添加蔬菜开胃菜 作为正式进餐之前的第一步 比如简单的生蔬菜拼盘 可以是绿色蔬菜 黄瓜 胡萝卜 甜椒等等 因为它们的纤维含量比较高 而糖分以及淀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再搭配一些低脂的酱料 或者是橄榄油 醋 柠檬汁 以及低辣的酱油等等 也可以是轻度烹饪的蔬菜 蒸的 煮的 炒的 都可以 甚至还可以是一份蔬菜汤 或者是蔬菜沙拉 只要确保蔬菜是主要成分就可以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添加少量的坚果 以及低脂的奶酪也是可以的 这样做的目的 同样也是利用蔬菜里面丰富的纤维 来提前启动消化过程 减缓后续的食物 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 从而帮助控制餐后的血糖水平 除此之外 更多的蔬菜还有助于人体 获得更充足的电解质以及硝酸盐 关于这一点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 就详细的讲解了绿叶蔬菜的重要性 朋友们有兴趣的就可以返回去再看一下 第三个技巧就是 控制体重的时候 停止计算食物里面的卡路里 不要单纯的 只是用这个数字来引导 你需要进食的数量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个数字完全不重要 举个例子来讲 100克米饭里面 含有130卡路里的能量 52克牛肉也含有130卡路里的能量 这130卡路里 是先市里面得到的结果 这只是两种食物的参数之一 所以虽然它们的能量水平一样 但是它们的身体的影响却并不一样 你说我要减肥 我要造成能量的缺口 我今天只吃1500卡路里 我要减少500卡路里 但是我不喜欢吃家里面做的排骨汤 以及清炒的蔬菜 我只喜欢吃重口味的垃圾食品 我可以比平时少喝一瓶可乐 少吃一个蛋黄派 少吃一包薯片 你这样做也许会在原来的基础上 瘦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的血糖波动 其实和以前一样大 因为高糖饮食的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如果你换一下 你的食物里面卡路里的总量保持不变 同样还是2000卡路里 你通过吃牛肉海鲜鸡蛋牛奶 以及红薯土豆绿叶蔬菜 还有坚果蘑菇等新鲜的自然的食物 来凑齐这2000卡路里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过去要好一些了 没有过去那么容易饥饿和疲劳了 挫创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得到改善 身体的脂肪也会比过去少那么一点了 这是因为这些食物在为人体提供能量的同时 也提供了必要的其他的营养元素 并且减轻了身体内部的慢性的炎症水平 还有一点是 食物中的能量不等于人体最终会留下的能量 所以利用食物的卡路里来作为食物的数量的 唯一的衡量的尺度 我认为这并不妥当 我们更需要在意食物的营养密度 升糖指数 新鲜的程度 以及许多其他的指标 吃自然的多样化的食物 用身体的正常反馈去感受饱和饥饿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控制体重以及血糖 第四个技巧就是吃一顿美味的早餐 熟悉我的朋友肯定就要批判我了 你不是说过不吃早餐的吗 你不是说过要16比8进食的吗 你不是说过早晨10点到晚上6点一天只吃两餐吗 我的确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自己也是在这样执行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多样性 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人按照前面提到的这种节奏 一天吃两餐 他会觉得身体非常的好 既然是个好的方法 那许多热心的朋友就会到处去推广 去分享这样一种方法 但有的朋友按照这样的节奏去吃 他会很难受 也很不方便 所以在没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证明 一天两餐的16比8进食适合所有人之前 我们还是应该遵循社会大众的饮食习惯 他们按照以往的饮食模式 不要做出太大的太快的改变 并且吃下去的食物的质量 远比一天两餐的16比8进食更重要 所以我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我觉得这应该称作是包容和尊重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有吃早餐的习惯 如果你每天早晨吃的是西饭馒头加腌菜 那么我建议你调整一下早餐的结构就好了 一瓶纯牛奶或者是自制的酸奶 两个鸡蛋再加上一个小红薯 一根黄瓜 这很容易获得的 这样做可以减少大量的淀粉对血糖的冲击 并且确保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的摄入 有助于持续维持血糖的稳定 直到中午让你不那么容易饥饿 第五个技巧就是关于糖的选择了 不论是白砂糖还是有机蜂蜜 不论是便宜的糖还是贵的糖 它们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这需要抛开蜂蜜里面一些其他的微量的营养素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糖的话 并不会因为它的更贵而显得更健康 如果你觉得贵等于健康 那么你就相信了广告的营销 如果你买了更贵的糖 同样不可以多吃 至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你不要超过每天30克的油泥糖 所以在我看来吃过量的糖应该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自己更快乐 第六个技巧就是利用醋或者是柠檬汁 许多的研究表明 如果食物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淀粉 那么在进餐的时候喝一点醋 也许能够降低这一餐食物所带来的血糖反应 因为淀粉在进入口腔的时候 消化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的唾液中就包含有淀粉酶 它可以把淀粉转化成麦芽糖 食物从嘴巴进入食管的胃里面 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 直到胃里面分泌出来越来越多的胃酸 当胃部的PH值下降到3或者是4的时候 那么唾液淀粉酶就完全被胃消灭了 那么它也就失去了消化淀粉的能力 当胃里面的消化过程结束之后 食物在被推送到小肠里面 一线开始分泌出大量的淀粉酶 再进一步消化淀粉内的食物 所以醋酸起到的作用就是灭活唾液淀粉酶 让淀粉在进入小肠之前 基本上不可以被消化 可是如果在进餐的时候 真的要空口喝醋的话 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好的 因为醋酸毕竟也是酸 它会对牙齿对口腔 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不建议每天这样做 但是如果把醋稀释一下 或者再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 或者是其他的蘸酱 蘸蔬菜吃 蘸饺子吃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减少它对口腔和牙齿的影响 当然不仅仅只是醋 能够起到灭活淀粉酶的作用 柠檬汁也可以 自己做的发酵食品里面含有的乳酸 也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第七个技巧就是餐后的适度的运动 休息的情况下 如果餐后的血糖水平升高了 那么肌肉就可以在胰岛素的帮助下 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 不过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朋友 那么这个时候 肌肉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就会下降一些 但好消息是 运动的情况下 只要肌肉收缩 它就可以不依赖胰岛素 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 因此只要餐后运动 血糖升高的幅度 都会比不运动的时候要低 当然餐后两小时之内的剧烈运动 肯定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会影响食物的消化 所以低强度的运动 比如说散步15到30分钟左右 或者是做家务 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 如果你由于某些工作的原因 或者是坐车 或者是坐飞机的原因 无法在餐后站起来到处走动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活动小腿 做比墨鱼姬服务称 方法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坐在办公椅上的时候 大腿和地面是平行的 我们可以把脚跟往后收一点 让小腿和地面不那么垂直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启脚跟 激活比墨鱼姬 维持2到3秒 然后放下脚跟 再来一次 只要你有时间 你就可以重复做这个动作 科学研究发现 这个动作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的水平 以上的几个技巧 都是有科学论证支持的 相信应该对绝大多数朋友 控制血糖会有所帮助 尤其是糖尿病前期 以及胰岛素抵抗 还有肥胖的朋友们 感谢观看